哈喽 大家好 我是诺诺 欢迎收看兄妹极限鸡眼生存第十一集 我们今天决定版动物养起来 牛 羊和鸡就行了 就养在鸡眼上 我做了岩石砖 得搭双层围墙 因为一层的话 动物太多会卡出来 上面会刷怪的 再围一圈围难 或者下半砖就好了呀 放两层半砖不是更好吗 哎呀 真是难得 你居然对这个有兴趣 那行 如你所愿 你知道怎么建吗 当然知道啊 不 你不知道 不 我真的知道 不不不 你真的不知道 哥哥教你怎么建 行 你先建着 我去做点半砖 啊 这 还真是简洁实用 我还以为你会把它错开一下 做出那种花鸽的形状呢 这既然这么大就放牛吧 就是裁一层宽 不知道会不会卡出去哦 试试呗 我先提点生物蛋 好吧 我拿两个门装上 哇塞 它提了好多牛啊 石头只吧 再放上木槽和草垛 可惜萝卜太少了 做不了次了 没关系啊 我去一趟神庙 不用了 我全都带回来了 才三十多个 可能还得种 牛啊 妹妹 那我先把收担器做了再去种 我也能帮忙 做个四五个就行了 诶 你这是干嘛呀 看不懂了吧 看不懂就对了 哥哥的心思深深入海 岂是你能看透的 嗨 一本正经的 胡说八道 还是放五个吧 这个箱子搬到别墅去 旁边放上玻璃块 再提五只生物蛋 哥呀 这个鸡它怎么放啊 不能直接在鸡眼上放哎 诶 你说你这么笨 没了我你可怎么活呀 是是是 哥哥最厉害了 诶 这个臭美的人呢 别跑 快进去 一只调皮的鸡 快点下去 诶 现在的鸡动得睡觉了吗 这绝对是一窝野鸡 你看看 这上蹿下跳的 累死我了 哥哥直接放弃 重新放了一只 你看 我这鸡淘了三只 不能直接放鸡眼上 确实挺麻烦的 现在就只剩下养羊了 养个一两只就行了 主要是几鲜奶 妹妹 你怎么对羊奶念念不忘啊 该不会以为真的能补脑吧 不过补脑我不知道 但希望能去游 给你弄一大巷子如何 打死了一只 还有比羊奶更好的嘛 捕食无地鞋 还能去除一个任意状态 甘蔗长得也快 羊还不用吃饲鸟 喝掉之后 小玻璃瓶还能回收 不吹不知道 一吹吓一跳 原来这么多好处的 拿个大锅椅子 专门装鲜奶 没事就去急 把这个换掉 这里的新纹线又没了 火箱弹都做不了 只能来捏新挖了 哎呀 总有刁民想害我 牛皇宫事物啊 惹不起惹不起 棒呀哥就小意思了 气死我了 幸好进来的时候存档了 正好拖着哥哥进来再挖一次 每次从别的星球回来 哥哥都会卡凶 这个时候如果遭到袭击的话 必死无疑 所以还是把这东西搬到鸡眼上安全的 把新的线烧了就可以做火箱弹了 等待的时间先把萝卜种了 牛都还饿着呢 妹妹 我们时间管理不到位呀 建完牛圈就去种萝卜的话 哪里也用得着这样 哎呀 如果那样的话 世上就省了一只幸福的小猪呀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先把火箱弹做了再说 哥哥 你猜我做了多少 二十 恭喜你答错了 六十 喂 啥 六十 你是不是疯了 多谢关心 我好得很 就我们俩用的速度 最多管五天 走走走 去刷萝卜 这么小 不过无所谓的 妹妹妹妹 快过来看 鸡下小猫种子了 你说这个 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骗我的 我得看看箱子 哎 你是不是骗我的 哎不对呀 我有这么无聊吗 这是见鬼了 这箱子是我放的呀 我里面绝对没有放小猫种子 可能他们吃了种子 消化不良 就那啥了吧 终于做出草饲料 牛群可以繁殖了 好了 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